请收看惠律法师博学讲座 学历又高 然后长得漂亮 或者长得帅 那我告诉你 就是一直下去 沉迷下去 我告诉你 你今天你要叫林志玲 或者肖大美女 他们都很忙啊 来说来听师父开示 没有办法的 就是有些他们都没有时间 现在不得了那第一名我啊 是不是 他的价码是超长跑一千两分钟 一百万啊 他现在的价码 对不对 我要是去中正高宫 跑十千 都搞不到一千块啊 要碰到信徒才有一千块 他去一个超长名模 去超长赚一千两三分钟 一百万啊 你知道吧 辉哥 综艺大哥到那个张辉 人家那个什么 尾牙 尾牙哦 尾牙请他去唱三首歌 三首歌哦 多少几百万七位数啊 三首歌 三首歌而已啊 三首歌啊 我如果我们今天南海 南亚这个赈灾啊 我本来是要这样去办的 有没有人点点我会的法师 我来唱一首歌 你要赈灾要求多少啊 你要做多少 我开一百万 我马上唱一首歌给你挑 佛法已经讲了那么多了 还有没有出更高的 我唱第二首 证灾嘛 对不对啊 证灾嘛 难道证灾的时候 大家来 来 要证灾 大家来参产哦 坐在那个地方 谁知道你在讲什么 证灾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人比人了 气死人 因此啊 现在啊 这个世间呢 你只要说 啊 拥有的 我告诉你 那个要割死下来 那根本就很难很难 就当个高官的 官位当得很高的 或者还有钱 几百亿 哇 那个钱 花不完 花不完 有一个人自己买一只飞机 飞机哦 十几亿哦 十几亿哦 他在电视上说 他的钱根本花不完 自己买飞机哦 自己买飞机哦 我们到美国一张飞机票 来回也不过是 几万块而已哦 他不要 他自己买一只飞机 十几亿哦 这十几亿哦 拿来赠灾怎么得了 有钱 太有钱了 又不是要做什么 真的 要不然你去 接下来林明某 还有那个小大美女说 来 来听我们会议法师上课 看他来不来 就是有时间他也不敢来 为什么 那狗仔队就在后面跟啊 二六十中都在跟啊 是不是啊 他们活得也是很辛苦啦 虽然钱赚了很多 啊 所以啊 还是我们要 知道 知足要快乐 我们最快乐 我们最快乐 有佛法听 有极乐世界可以去 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些 啊 生病啊 逆境来 来挫折来刺激你 你就继续 知足继续迷 不知习物 不知道 再以福 来布施 重来是 人天的因 等福报 消受尽了 就会堕落 啊 反而是福东 常祸 所以师父就说嘛 你去升天 就怎么样 就是 一直领 银行的钱 出来花 福报 要想福报 升天去想福报 你三 堕入三二道 就是负债累累嘛 只有做人 就做人 我们八四田中 就像一个银行 八四田中 就像一个银行 你要存还 就行善嘛 你要负债 就拼命造业嘛 就这样子嘛 八四田中 他就是一个银行嘛 聪明的人 大家要囤积资粮啊 聪明的人 当然要 互持三宝啊 要行善啊 对不对 那你的银行 就一直存款 一直存款 对人要好啊 二六十宗念佛啊 对不对 那你的八四田中 这个银行 就越来就越大 财产就越来越多 就资粮嘛 信宴行善 资粮嘛 钱出够了 我一天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就像很有钱的人 我要到美国去了 几万块 飞机票 马上就 你有钱了 你今天负债 你没有钱 你怎么去美国 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啊 外在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金钱如粪土 要散播出去才有意义 人 则是万物之灵啊 所以我们要会利用钱 不要被钱所利用 你看这个老和尚 真的是慈悲 不要一天到晚 死守这个金钱 有钱 要会布施 脑中才会清爽 喜宴啊 才会消业障啊 否则整天为钱烦恼 一直搅业障 搅着台语的 咱 咱咱咱咱 咱咱咱咱 那么的纠缠不清呢 人因皆善缘 自卑大无边 宽阔的胸怀 动感天地间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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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